夜深人静 整个王家庄都睡了 差不多已经是下半夜 端芳躺在床上睡不着 春干和红粉 腻腻歪歪地躲在角落里说话 傍晚时分 端芳可是都看见了 端芳不是没有心上的人 可是 她的三丫又在哪里呢 端芳想起了孔素贞的话 拜托了 看起来还是这个女人从中作梗了 端芳一咕噜坐了起来 掀开了蚊帐 愣愣地坐在了床檐上 而裤裆里的东西也硬了 怎么劝都软不下来 端芳没有再睡 她爬上了三丫家的围墙 围墙的内侧爬满了扁豆和南瓜的瓜藤 端芳像一只猫 拱着腰 匍匐在围墙的上面 拿不定主意从哪里跳下去 端芳还是有些后悔 昨天下午她无论如何 还是应该来侦查一番的 白天看好了地形 夜里头好歹就方便一点了 到处都黑咕隆咚的 端芳不知道从哪里下去更稳当一些 别的好办 主要是不能有动静 这一来就难了 端芳最后还是趴在了墙脊上 两只手紧紧地扒紧了 把身子一点一点地放了下去 端芳在下降的过程当中拽断了不少扁豆和瓜藤 幸亏端芳胳膊的力气大 控制得住 要不然冬的一声掉下去 还真麻烦了 端芳蹲在墙角 稳了一会儿 静了一会儿 偷偷地看 心口砰砰地跳 还是紧张的 怕 但这个怕 怕得有点不一样 是壮怀激烈的那种怕 越是怕 就越是想干到底 端芳回了回头 她要把自己的方位弄清楚 这正是端芳粗中有戏的地方 万一被人发现了 好歹也得有个退路 堵住了可就丢人了 端芳匍匐着 瞪圆了眼睛 仔仔细细地扫描 却意外地发现 三丫家的门缝里 透露出了些微的灯光 这个微弱的灯光 让端芳紧张了 孔素贞为了看住三丫 总不至于到现在都还没有睡吧 这一天的夜里 孔素贞特别的欢愉 可以说功德圆满了 上半夜 她和王世国他们 偷偷摸摸地又把佛事做了 孔素贞喜欢做佛事 说起来也真是奇怪 无论孔素贞多么的不如意 只要在佛的面前跪下来 心就安了 用心安理得去形容 那是再也恰当不过了 说起来 孔素贞对佛的前心 主要原因是孔素贞相信轮回 对自己的这一辈子 孔素贞不再抱什么希望了 可是佛说 只要好好地修行 多集一些功德 下辈子就一定会好起来 轮回是天底下最大的慈悲 它是慈行 它让你永远都觉得自己有盼头 孔素贞在这一条道路上 是不会回头的 就算他这一辈子做了猪狗 他的儿女也做了猪狗 总还有下一辈子 所以要好好地修行 一切的一切 全都是为了死后 做完了佛事 孔素贞就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心安理得 这个晚上的三丫表现出了与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同的心态 孔素贞刚一上床 她就把她的手放在了孔素贞的屁股上 轻轻地推了一把 笑声说 妈 孔素贞转过了身来 三丫把自己的身子挪过来 靠上去 贴住了母亲 把脸往母亲的怀里埋 埋好了 三丫就开始哭 哭完了 三丫说 妈 你带我去 孔素贞一下子激情起来 支起了一只胳膊 说 深更半夜的 你要到哪儿去 三丫说 你带我到极乐世界 孔素贞突然明白了 浓黑的夜色不再是夜色 她看见了大慈大悲的七彩光芒 那是度一切苦恶的光芒 孔素贞一咕咯就下了床 跪在了踏板上 双手合十 开眼了 丫头 你开眼了 你终于开眼了 孔素贞 捏手捏脚 她来到了堂屋 把佛刊 请出来了 敬手 点灯 燃香 孔素贞 盘在了蒲团上 她的女儿 三丫也盘在了铺团上 孔素贞说 清静 持戒者 三丫说 清静 持戒者 无够 无所有 无够 无所有 持戒 无交慢 持戒 无交慢 亦无所依止 亦无所依止 持戒 无余痴 持戒 无余痴 亦无有诸妇 亦无有诸妇 持戒 无尘乌 持戒 无尘乌 亦无有为师 亦无有为师 无我无彼想 无我无彼想 以知见诸相 以知见诸相 是名为佛法 是名为佛法 真实持境界 真实持境界 无此无彼岸 无此无彼岸 亦无有中间 亦无有中间 亦无彼此中 亦无彼此中 亦无有所住 亦无有所住 母女两个 各盘一支仆团 母亲说一句 女儿跟一句 或者说 母亲唱一句 女儿再学一句 严格地说 他们现在 已不再是母女了 而是一对师徒 师父在前面指引 徒弟在后面随从 徒弟对这一段经文 一窍不通 他试图 让自己的师父讲解一遍 师父拒绝了 师父说 念经的时候 不要去求解 你要记住两点 一要静 安静地静 二要静 干净地静 这两点你都做到了 你就上百遍 上千遍地念 念到一定的功夫 你的慧眼就开了 慧眼一开 什么都清静了 明亮了 你的面前就是一片净土 乐土 那就是你的极乐世界 你永远在路上 你只有两条腿 一条是净 一条是净 跟我念 清静持戒者 清静持戒者 无够无所有 无够无所有 持戒无交慢 持戒无交慢 一无有所住 一无有所住 心血脏离 心血脱身剑 心血脱身剑 除灭我我所 除灭我我所 信解于诸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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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行空济法 所行空济法 如是持圣戒 如是持圣戒 一无所依止 一无所依止 这是一篇短短的经文 母女两个念到 第八十九遍的时候 天亮了 三鸭坐在蒲团上 双手合十 嘴在动 其实已经睡着了 天亮了 太阳终于出来了 三鸭睡着了 三鸭呼吸均匀 脸上的神态 安详而又平和 嘴角还微微地 翘在那儿 自足了 看得出 她的内心 已经被菩萨的光芒照亮了 所以脸上 才有了莲花一样的清静 莲花一样的 一尘不染 孔素贞的这一夜 几乎没有睡 但是她不要睡 她清爽 心中装满了别样的满足 一清早 孔素贞就打开了房门 来到了天井 尘风是轻烈的 露珠是透明的 天很蓝 只有三颗两颗星 万里无云 是晴朗的真厚 公鸡叫了 麻雀叫了 猪圈里的猪也蠢蠢欲动了 好日子啊 好日子 洗漱完毕 孔素贞来到了井架上 她要淘米 今天的粥里头 孔素贞不打算加线子 更不用说加山芋了 今天孔素贞什么都不加 她要放肆一回 奢侈一回 她要让她的女儿 吃一顿白花花的米粥 意外的景象在围墙上 有些异样了 孔素贞放下陶萝 走了上去 扁豆和瓜藤都被扯断了 散乱而又衰败了 是谁呢 是谁还看不得 他们家的这点扁豆和南瓜呢 但孔素贞突然就看见脚印了 是人的脚印 是一个成人的脚印 不是在外面 而是在自家的天井里面 就在扁豆架子的下边 脚印还有她的方向 是朝着他们家的房子去的 孔素贞点上了大柜的汗烟锅 她的手在抖 她的身子在抖了 她的汗烟锅也在抖 孔素贞不理她 她抖她的 孔素贞只是慢慢地吸烟 吸得很深 呼得很长 靠汗烟慢慢地调吸 一袋烟吸完了 主意也已经拿定了 马上托人把三鸭架出去 不能让她在这个家里待了 不能让她在王家庄待了 这一回 孔素贞铁了心了 不挑不剑 难的就行 用麻袋装也要把她装走 一塞进洞房 那就由不得她了 三鸭 当妈的得罪了 八点刚过 端方静止来到了大队部 吴曼玲的手里头 捧着昨天下午 刚刚来到的红旗杂志 正带领着村支部的一般人 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 端方跨过门槛 也不说话 一屁股坐在了吴曼玲的身边 吴曼玲看着端方 说 端方哪 支部在学习 你有事 是不是下午再过来 言辞里头很客气了 这一回 端方却没有领吴曼玲的情 一上来就气势汹汹 光学习有什么用 关键是抓事情 这句话重了 隐含了严肃 重大而又迫切的内容 吴曼玲笑笑 把红旗杂志合起来 放在膝盖上 闭了一下眼睛 说 出了什么事 说出来听听 端方却不说 吴曼玲收敛了笑 认真地说 端方 说出来听听 端方说 村子里有人在搞封建迷信活动 在拉拢和腐蚀年轻人 支部知道不知道 端方丢下了这个问题 然后用眼睛逐个逐个地看大家 大队会计网友高 也就是大辫子的丈夫 接过话 说 红口白牙 端方 说话要有证据 端方没有再说什么 反而轻描淡写地冒了一句 跟我来 端方走在巷子的正中间 身后跟了村支部的一班人 声势不一样了 有了浩大和肃穆的威慑力 村子里的老少看到了这个队伍 自觉地跟了上去 陆陆续续地走进了队伍 队伍在不停地壮大 甚至连配拳他们那帮闲人 都掺起来了 没有人说话 每个人都听到了脚步声 脚步铿锵 有了参与的崇高与庄严 这崇高与庄严的脚步声 提醒了他们 他们不是别的 是人民 人民在孔素珍家的门口停住了 屏住了呼吸 吴曼玲代表人民 跨上去一步 推开门 孔素珍还坐在天井里 想心思吸汗烟 吴曼玲说 大白天的关着门做什么 孔素珍放下烟锅笑着站起来 说是吴智书啊 一边笑 一边拿眼睛往外瞅 心里禁不住慌张 历史的经验告诉他 不是吃素的阵势 吴曼玲 吴曼玲在屁股的那一把剪着手 进屋了 一进屋就发现了紧锁着的东厢房 吴曼玲用下巴示意孔素珍打开 孔素珍照办了 吴曼玲跨进东厢房 意外地发现三丫被锁在里头 看起来已经有些日子了 光线相当的暗 不过吴曼玲还是在床头上 发现了一本书 很旧 边缘已经烂了 吴曼玲抽出一只手 把书拿起来 是净土精类 吴曼玲从来没有见过佛经 有些不知所以 不过从书的模样上看 不可能是什么好东西 吴曼玲只看了一眼 丢下了 丢得很重 物字点了点头 重新回到堂屋 心里头却想 这个端方货就一本书 大惊小怪的 却看见端方从条台的正中央 端下了毛主席的石膏像 放在了饭桌上 端方小心翼翼地从神刊里 取出石膏塑像 抽掉了神刊后面的挡板 真相大白了 伪装揭穿了 阴谋暴露了 孔素贞的脸上 早已经失去了颜色 拿眼睛去瞅吴曼玲 吴曼玲没有当即表态 但她的表情说明 形势很严重 非常严重 气氛一下子凝固了起来 大队会计王有高 这时候说话了 王有高说 好 孔素贞你有主意 搞封建迷信 还让毛主席他老人家 给你打掩护 为你放哨 为你站岗 孔素贞 你蛮有主意的 话音未落 许半仙火急火燎的来了 一路小跑 许半仙在门槛的内侧 立住脚 连忙说 迟到了 我迟到了 他在做自我检讨 一般说来 只要王家庄出现了什么大事情 许半仙都会在第一时间 出现在第一现场 第一个表示支持 或第一个表示反对 他永远都是最积极的 而今天 他这个积极分子居然迟到了 当然有点说不过去 所以要检讨 检讨完了 许半仙拉过吴曼玲的衣袖 用他的嘴巴瞄准了吴曼玲的左耳朵 吴曼玲不喜欢许半仙这样 关键是不喜欢他嘴里的气味 吴曼玲说 大声说嘛 许半仙却不说了 回到门口 拎回来一只大麻袋 麻袋里什么都不是 是纸灰 堂屋里的人一起围上去 端方和配拳也围上去了 人们望着麻袋里的纸灰 不知道许半仙唱的是哪一出 吴知书说 什么意思 说说 许半仙一直恐肃珍 说 你说 恐肃珍却不说 心里头在想 许半仙 我还是没看错你 前几天还跟我热乎乎的 眼睛一闸 你的回马枪就杀过来了 好本领 许半仙我服了 一屋子的人都在等 恐肃珍就是不说 却看见许半仙 突然抬起他的左腿 在大腿与地面平行的刹那 他的胳膊落下来了 一巴掌拍在了大腿上 啪的一声 整个过程迅速而又精确 许半仙说 你不说 我说 我发言 许半仙的揭发 一直上诉到多年以前 他的揭发极度的混乱 时间是交错的 地点是游移的 一共牵扯到六个人物 但主要人物有两个 第一个等于是王秃子 也就是还俗和尚王世国 第二个等于是孔婆子 也就是孔肃珍了 外加地不平 即沈富娥 她是一个瘸子 脸不平 也就是卢红英 她的脸上有七八颗 凹进去的麻子 曲曲 也就是杨广兰 她嘴里掉了两颗门牙 笑起来就成了发怒的曲曲 还有喷雾气 当然是鱼锅香了 她的瞳孔长满了白内障 看上去雾蒙蒙的 许半仙说 这六个人 狼狈不堪为奸 专门从事封建 他们不正之风 许半仙说 偷偷摸摸 下半夜 不让旁人知道 群众的眼睛 雪亮 雪亮 雪雪亮 跟踪追击 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呢 无产阶级专政下 打过长江 继续革命 他们却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呀 心动向刚举木章 许多隐藏 一抓就零 续半仙说 昨天夜里 他们集中 三小队的破猪圈 烧纸 燃香 磕头 念经 现行的阿弥陀佛 续半仙 指了指麻袋 说 这个是物证 续半仙同时又拍了拍胸脯 说 这个是人证 铁证如山 人证物证 人山人海 天地良心 说半句谎话 下十八层地狱 菩萨都看在眼里 哪里逃 逃尽牛 我都能把你们掏出来 民兵是胜利之本 大家说对不对 不要笑 不要鼓掌 因为激动 续半仙的语句 断断续续 但是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听懂了 他的意思是好的 有他的进步性 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 昨天夜里 王家庄发生什么了 吴曼玲的眼睛 在屋子里瞄了一圈 最终落到了 佩全的身上 吴曼玲对佩全说 去 都抓起来 一个都不要放过 居捕的同时 必然伴随着搜查 佩全他们 在最短的时间里 把六个家全抄了 他们干得很好 主要是彻底 他们分别从王秃子 和孔婆子的家里 搜出了纸钱 高香 蒲殿 佛经 图画 以及沐鱼 响玲 等法器 童响玲 留下来了 村子里的文娱宣传队 完全可以用他敲打 表演唱的节奏 至于别的 全烧了 六个死不改悔的 封建余孽 全部捆在了一条麻绳上 打头的当然是王秃子 王秃子笑眯眯的 很甜蜜的样子 就好像他的嘴里 永远都有一块冰糖似的 王秃子不在乎 反正村子里是不能杀人的 无非就是游一下街吧 他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 到杨桥上去晒太阳 晒太阳的滋味当然不好 可毕竟是庄家人 横竖反正的晒 那就晒吧 庄家人没那么娇贵 没什么东西舍弃不下 要钱没钱 要脸面没脸面 能拿庄家人怎么样 所以要笑眯眯的 板着一张面孔的 倒不是别人 而是孔素贞 照理说不该的 孔素贞可以说是老样板了 每一次批斗都少不了他 游街游了起码有五十回了 可他这个地主婆子 就是抹不开脸面 怎么还想不开的呢 这叫什么 这就叫直 有什么好直的呢 放开就是了 五个指头一松 什么都没有了 见过死人没有 世俗的人们 总是把死人说成闭眼 断气 蹬腿 翘辫子 啰嗦死了 就好像人的性命 是从眼皮上跑走的 是从气管 小腿肚子 头发烧上跑走的 都不是 人的性命 是从手指尖上溜掉的 手指一松 别再抓住什么 一放开 人就没了 魂就上天了 所以说呢 人不能直 一直了 菩萨就不喜欢 王兔子回过头 对着孔素贞的耳朵说 别拉着个脸 就当去打酱油 孔素贞正在心里头 骂着端方 骂着许半仙 腰牙切齿了 萧生对王世国说 你不知道原委 气死人呐 王世国说 那你就慢慢的气 别踩着我的后脚跟 游街的工作 最后交给十来个 七八岁的孩子完成了 绳子原本在佩泉手里的 可佩泉一想到 要走好半天的路 天又热 犯不着了 看着身边 前呼后拥的孩子 佩泉随手抓过了一个 把绳子塞到 他的手上去了 佩泉说 拿去吧 给你们玩玩 孩子们不敢相信 简直是喜从天降 这六个坏分子 居然给他们玩了 兴奋得不知所以 他们牵着王兔子一行 又振奋又紧张 咬着下嘴唇 一路都鸦雀无声 最后还是王世国说话了 王世国说 你们怎么不喊口号 不喊口号怎么行 不喊不好玩的 王世国突然亮起了嗓子 大叫一声 打倒王世国 王世国又喊 王世国不投降 就叫他灭亡 孩子们笑了 慢慢放松了 小嗓门嫩嫩的 尖声尖气的开始学舌 开始还收着七零八落 渐渐的他们的气息通畅了 有了统一的 规整的节奏 节奏鼓舞了他们 他们领略到了自己 潜在的雄壮 那种无所不能的 排山倒海 节奏同时也升华了他们 他们看到了异议 看到了从天而降的仇恨 仇恨是具体的 谁不投降 就叫谁灭亡 王学冰 一个九岁的孩子 突然走到队伍的前面 张开了他的双臂 满脸通红 王学冰的举动带有突发性 正因为突然 所以一大帮的孩子都没有准备 出现了短暂的停顿 他从别人的手里 抢过麻生 严厉地命令王氏国说 啪下 这是伟大的创造 最具挑战性的发明 发明与创造 使平庸的进程 一风突起 有了更进一步的诱惑和感召 同样 诱惑与感召激发了 更进一步的积极性 王学冰大声喊道 啪下 大家都骑上去 孩子们无比的兴奋 产生了浓墨重彩的好心情 可以用到处音歌燕舞加以形容 但是 王氏国不啪下 所有的封建余孽都不肯啪下 王学冰从地上捡起一块砖头 对王氏国说 再不啪下就砸脑袋 王氏国看了看王学冰手里的砖头 又看了看王学冰的眼睛 软了 青天底下 最惹不起的就要数孩子了 他们要么不来 要来就来真的 还没轻没重 王氏国的膝盖一软 跪下了 趴在了地上 秦贼先秦王 这句话在这个时候显示出了他的真理性 后面的女人们 瞅了一眼王氏国 再互相打量了一回 老老实实照办了 王学冰骑上王氏国 一挥手 剩下的孩子蜂拥而上 一起骑上来了 王学冰只是一个平常的孩子 但是由于在这次革命当中 显示出了他的彻底性 尤其是创造性 一下子就有了榜样和标冰的作用 不知不觉成长起来了 成了新一代的领袖 这是天然的领袖 具有无可动摇的 毋庸置疑的 与生俱来的领导气质 所有的孩子一下子就服从了 成了他的兵 临时的军事组织建立起来了 什么都不用说 谁反对谁就是敌人 王氏国在地上爬着 王学冰的双腿一夹 甩动起手上的杨柳枝 颁布了他的第一道命令 � 这是电影《轻松岭》的主题歌 他唱出了一条马鞭的意义 一条马鞭 别看只是一条绳子 骨子里暗藏了道路的方向 电影里就是这么说的 孩子们挥舞起鞭子 脖子上凸起了青色的筋 他们的童声杀气腾腾 在他们经过的地方四海翻腾 云水怒 五周震荡风雷击 游街的终点是王家庄的水泥桥 这一点孩子们都知道 村子里每一次开批斗会 地腹反坏右 都是集中在那里 晒太阳 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最好体现 坏分子上了水泥桥 斗争的高潮就算过去了 但是对批斗的人来说 这其实只是一个开始 太阳毕竟不是好晒的 尤其在水泥桥上 一整天哪 最关键的是要跪着 这一点恐肃真是有体会的 一般的人都以为下午一点钟左右最难熬 那个时候太阳最毒 比牙齿还有咬人 其实不是 最难熬的是下午三点钟过后 这个时候的太阳不仅很毒 还阴损 你以为它不怎么样了 骨子里很 一点一点 扒你的皮 抽你的筋 膝盖下面的水泥板 就更蒸了 比太阳还要烫 像一个大烙铁 还有点像一个大蒸笼 三点钟过后 你会产生错觉 觉得自己差不多熟了 只要一站起来 所有的肉全掉在了桥面上了 只剩下了一个光溜溜的白花花的骨架子 太阳刚刚偏西 王氏国就有点吃不消了 老兔子的年龄毕竟大了 他紧闭着一双老眼睛 张大了他的老嘴巴 嘟囔说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孔素贞在阳桥上晒太阳 他的儿子洪奇 却在水稻田里头薅草 所谓薅草 说白了 就是把秧苗里的败子拔出来 是田间管理的重要部分 薅草的活迹并不重 也挣不了几个公分 一般说来是用不着难降的 妇女们就可以应付了 可红旗是个男将 为什么要耗草呢 主要因为队长要凑人数 有时候女将的人头不够 男将又没什么重活 队长就把红旗派过来了 队长的指示精神 红旗是必须照办的 不过红旗干活也有红旗的讲究 永远夹在女将们中间 不落后也不冒尖 一句话 不招眼 也就是磨磨阳功 磨完了阳功 红旗来到河边 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 收拾得整整齐齐 其实也不是红旗特别爱干净 主要还是因为红旗是个光棍汉 光棍汉有光棍汉的特征 那就是喜欢识多字迹 好引起姑娘们的注意 时间长了 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 反而成了他们的标志 一下子就把他的光棍汉的身份 显露出来了 和瘸腿的人喜欢站着墙 拖牙的人喜欢抿着嘴 是一个道理 薅草的活迹不重 然而却有他难受的地方 在你弯下背挤的之后 照理说正好背对着太阳 但是稻田里有水 这一来正好把阳光反射到你的脸上了 你就成了蒸笼里的馒头 眼睛都睁不开 需要眯起来 庄稼人要是进城了 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为什么 一来是脸黑 主要还是眼角的鱼尾纹 有特别的地方 那些皱纹鼓出来的地方晒红了 而凹进去的地方晒不到 这就有了色差 像画在脸上的一样 其实薅草最麻烦的并不是眯眼睛 眯眼睛能有多大的事 又不费力气 主要的麻烦来自马黄 水稻田里有数不清的马黄 他们的身子软软的 没有一点骨头 却能够依靠水的福利 弯弯曲曲的游行 一旦碰到庄稼人的小腿 他嗜血的本性就展示出来了 依靠无比出色的本能 马黄总能找到你的小腿 不动声色 静悄悄的汇聚在你小腿的周围 贴到你的皮肤上来了 然后张开他的嘴 也就是吸盘 拿出吃奶的力气 拼了命的瞬息 他吃的可不是奶 而是你的血 你却浑然不觉 等你的小腿出的水来 低下头去看看 十几个马黄 早已经抱着你的小腿了 他们的吸盘 死死的镶嵌在你的毛孔里面 像一口浓浓的痰 像一把浓浓的鼻涕挂在你的身上 你不能用手去撕 你撕不下来 他的身体弓了起来 绷紧了 有了上好的韧性 还滑柳 即使你把他撕烂了 他的没有牙齿的嘴巴 还是要盯着你 所以用鞋底去抽打 是一个好办法 对着自己抽几下 马黄就掉下来了 但是拿鞋底抽自己 终究不好 疼就不说了 主要是不好看 看上去像得了精神病 最好还是用盐 你把盐撒在他们的嘴边 咽一下 他们的吸盘就脱落开来了 掉在地上 身体吃得饱饱的 一副知足而又无辜的死样子 拿在手上一搓 他们就变成了球 乒乓球那么大 扔在地上 一滚就是多远 红旗 弓着身子 站在水田里 话本来就不多 面对女人 就更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到了休息的光景 女人们坐在了河岸上 一边对付小腿上的马黄 一边快乐地说笑 女人们就是这样 再累 话是要说的 这里头有取之不尽的喜悦 在空荡荡的田野里 他们拥挤在一起 窃窃私语 到了会心的地方 笑一笑 田野里就不再撩落 生机就出来了 然而 这一天的情况不一样了 广里家的身边一直围着人 他在说 所有的人都在听 不是一般的听 是全神贯注的 是地听 说到关键的地方 广里家的 还要抬起一只巴掌 贴到嘴边上去 拿眼睛瞅红旗 红旗当然是不知情的 但问题慢慢地严重了 他们站得越来越紧 伸着脑袋 广里家的说一句 他们沉默一会儿 广里家的再说一句 他们又沉默一会儿 在沉默的过程中 他们还要回头 小心地迅速地看一眼红旗 看完了 还要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们的眼神是疑虑的 有了深度 红旗再笨 也还是感觉出来了 他们的话题和自己有瓜葛 已经把自己牵扯进去了 红旗的心中有了几分的不安 已经是心虚了 就对他们笑 笑得憨憨的 看上去格外的开怀 但他们不对红旗一笑 红旗一笑 他们就要把身子背过去 以表明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红旗终于被他们的样子弄得发毛了 走了上去 大声问 你们在说我什么 被红旗这么一问 大伙再也不说话了 没有人打红旗的枪 没听见一样 红旗刨根问底了 说 说我什么 广旗家的看着四周的田野 说 没说你 红旗降了 说 那说谁 广旗家的说 说端方呢 广旗家的想了想 十分突兀 十分振奋的喊了一声 端方都快活过啦 这句话没头没脑了 女人们都笑了 但是没有出声 都含在嘴里 红旗跟着说了一句 端方都快活过啦 没想到红旗这一重复 把女人们的笑声引爆了 他们狂笑不止 一起看着红旗 这一下 红旗越发确信了 他们的话和自己有关系了 答案却在风里 红旗记住了这句话 回家之后一定要好好问一问妈妈 孔素贞晒了一天 跪了一天 已经瘫了 两个膝盖都烂了 还是被门板给抬回来的 早已经躺在了床上 在那里哼击 红旗在晚饭的饭桌上 却想起广里家的那句话了 隔着房门 他要问他的妈妈 红旗的嗓子那么大 王大贵和三鸭都听见了 小油灯的底下 三鸭腰肢的那一把 慢慢的直了 偷偷的瞄了爸爸一眼 王大贵没抬头 只是喝粥 喝得一头一脸的汗 孔素贞在房间里 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好大的一会儿 房门上突然就是 砰的一声 吓了红旗一大跳 红旗回过脑袋 地上是一只木枕头 还在滚